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火锅赛经 今天是8月2日星期二 最近华尔街著名的大多头前摩根大通首席股票策略师 Foundstrap创始人汤姆利表示 今年的美股熊市已经结束 标普500指数有望在年底涨到4800点的位置 距离现在还能涨大概17% 经常阅读CNBC的朋友们对汤姆利一定非常的熟悉 一直以来他都是坚定的看好美股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为何认为美国的熊市已经结束 当然还是我们频道的老传统 这些华尔街的分析师们的结论 我们不一定当真 但是他们所提供的分析和数据可以作为参考 然后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分享 您认为今年的熊市是否已经结束了 在上周五汤姆利给自己客户的报告中 他写道 在上周出现了有说服力 而且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证据表明美股的底部已经出现 2022年的熊市结束了 而他所看到的决定性因素是在上周美国第二季度GDP负增长 美联储再次加息75个基点 以及俄罗斯北溪天然气管道事件导致天然气价格再次大幅飙升 在这些大量坏消息出现以后的背景下 美国股市仍然持续大幅反弹 而当坏消息没有拖累市场时 就是证明了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市场了 另外在企业利润方面 汤姆利表示 尽管近期美元走强 经济不确定性加剧 但各大企业公布的第二季度业绩仍然好于预期 在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中 已经有大概一半的公司发布了第二季度财报 而其中73%的公司利润超出了预期 超预期幅度的中值为7% 尤其是几家科技巨头Alphabet 谷歌 微软 亚马逊和苹果的业绩都缓解了投资者对收入增长放缓和控制通胀能力的担忧 总之汤姆利认为 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经济数据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明显减弱 反通胀的有利因素将会加强 从金属 石油到股物等大宗商品 近几周也在不断的下跌 这已经导致消费者的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 他还提到 如果美联储现在继续效仿1982年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行动 股市可能会在未来四个月全面复苏 并创下新高 因为在沃尔克抗击通胀期间 股市在1982年的8月触底 两个月以后 沃尔克放弃了反通胀措施 更重要的是 股市在四个月内收复了长达36个月的熊市亏损 所以汤姆利认为 鲍威尔也可能很快就会放弃一系列的反通胀措施 比如说鲍威尔在上周三的会议中已经暗示 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将更多的依赖数据 并拒绝为9月份的会议提供指引 所以很有可能随着通胀的好转 鲍威尔会从当前的紧缩政策转向 甚至暂停加息 所以汤姆利认为 这意味着2022年的股市可能会在年底之前再创新高 标普500指数有望在年底前突破4800点 具体来看 在他的报告中 汤姆利指出了5点支持熊市结束的论点 而这也是本期视频我们最关注的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客观的数据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深入了解这5点之前 也再次提醒朋友们 我也是刚刚收到富途目目交易平台的消息 因为之前免费送10只股票的活动非常受欢迎 富途公司决定将活动延期至8月7日 所以之前来不及上车的朋友们 还有最后5天的时间 美国观众目前只要开户并入金2000美元以上 立即就可以获得10只免费的股票 并且每只价格最高可达2500美元 我会把活动的连接放在介绍栏以及置顶的评论中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好 那言归正传 汤姆利所说的这5点分别是 开始下降的通货膨胀 好于预期的第二季度财报 全球供应链的缓解 全面投降的分析师们 以及极度悲观的机构投资者 第一点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 近半年以来导致美股下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通胀不断的飙升 美联储被迫加息以及采取收紧政策 所以的确如果通胀能够出现下降的迹象 美股必定会有更大幅度的反弹 而现在的确有这样的证据出现 在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各种原材料价格 包括玉米 小麦 铜等等的下滑都给人们带来了通胀压力缓解的希望 尤其是美国原油从每桶120美元以上的高位回落至现在90美元附近 小麦 玉米 土豆的价格也都低于三月底时的价格 棉花的价格更是出现了崩盘 自五月初以来下跌了三分之一以上 另外建筑材料 铜和木材的基准价格分别下跌了22%和31% 同时在伦敦交易的工业金属组合 则出现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季度 当然现在许多原材料的价格仍处于历史高位 但很多投资者因此认为 美联储近期一系列减缓经济增长的行动正在奏效 需求已经明显出现放缓 另外 如果我们看彭博社的大宗商品指数 这是一个反映整体原材料价格的关键指标 同样最近比6月初的高点有明显的回调 证明了通胀压力的环节 当然最近两周又有反弹的趋势 但我们知道这是因为近期俄罗斯北溪天然气管道事件导致天然气价格飙升所致 所以这并非美联储所担心的需求过剩导致的 换句话来说 美联储希望的从需求端抑制通胀的目的已经开始奏效 现在距离所谓的正常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股市永远是看趋势和预期的 不需要通胀恢复到2%的目标 只要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股市就会迅速的调整预期 而现在这已经在发生了 当然7月份的通胀数据则是关键 如果公布以后 现在的通胀并没有缓解的迹象 反而进一步恶化 那美股必定会再次调整预期 pricing进一步加息和激进的收紧政策 美股必定也会迅速下跌 甚至把最近几周的涨幅完全吐回去 但如果通胀远低于预期 真的有大幅下降的趋势出现 那美股必定会进一步的反弹 那从近期大宗商品的价格来看 后者的确是大概率事件 关键就是现在这样的预期已经被最近几周的反弹pricing了多少 那大家认为7月份的通胀数据究竟会如何 您是否在日常消费中发现部分商品的价格最近有所下降 汤姆利所说的第二点是好于预期的二季度财报 在最近这样的经济环境下 很多投资者都曾经非常担心二季度的业绩 同时更加担心各大企业发布的全年业绩指引 而令人意外的是 目前已经发布业绩的公司中有超过70%的业绩都好于预期 完全没有经济衰退的迹象 甚至很多还上调了全年的预期 这暗示着他们在过去一个月 也就是第三季度的业绩中看到的利好的迹象 从而上调了预期 当然也极有可能这是一个误判 下个季度业绩出来以后又都低于预期 但至少现在看来 大部分企业对下半年的经济状况还是依然非常乐观的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反映消费者经济状况的亚马逊 上周公司刚刚发布了非常强劲的第二季度业绩 不仅利润和收入都超出了预期 第三季度的收入值引也好于预期 股价也因此一周飙升了将近20% 具体来看 亚马逊第二季度的每股收益为0.2美元的亏损 但这主要来自于对Rivion公司的投资所导致的纸面上的亏损 而真正运营方面的利润还是超出预期的 本季度公司的收入为1212亿美元 超出预期的1191亿美元 另外 如果按照部门来看 公司的aws云服务收入为197亿美元 也超出预期的195.6亿美元 广告收入本季度为87.6亿美元 高于预期的86.5亿美元 总之都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而且公司将第三季度的收入指引上调至1250亿到1300亿之间 高出市场预期的1264亿美元 除了亚马逊以外 今天同样和日常消费有着密切关系的uber和paypal也都发布了非常不错的财报 尤其是uber今天盘前发布了好于预期的第二季度财报 股价也因此暴涨了将近20% 最关键的是 本季度公司首次实现了历史上的正现金流 一共有3.8亿的现金流入账 具体来看 公司本季度每股亏损为1.33美元 但是在本季度总共亏损的26亿美元中 有17亿来自于对其他公司的投资 也就是所谓的纸面亏损 而真正的运营亏损好于了预期 同样81亿美元的收入也超出预期的74亿 另外 投资者最关注的EBIT的利润指标为3.64亿美元 远高于第一季度提供的2.4亿到2.7亿美元的范围 而且uber的两个部门都还在持续增长 在打车部分随着人们的生活进一步恢复正常 本季度这个部门的收入同比增长了57% 更加难得的是 随着人们开始更多的外出 外卖的习惯并没有改变 相比去年同期 也就是居家期间外卖的高峰期 本季度外卖业务的收入再次出现了12%的同比增长 考虑到现在更多的人开始外出就餐 娱乐旅游等等 外卖业务却还在增长 反映了他们外卖业务的优势 另外 刚刚盘后发布财报的paypal也大涨超过10% 公司本季度的美股收益和收入也都超出了预期 另外对全年的指引也高于预期 同时还宣布了一系列的好消息 包括削减成本的计划 股票回购的计划 以及激进投资者的加入 总之 近期多家公司好于预期的季度财报和指引都减少了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担忧 因此汤姆利认为 只要美联储停止加息 美国经济可以做到完好如初 美股自然会进一步反弹 接下来 汤姆利所说的第三点是全球供应链的环节 近期的确有这样的迹象出现 比如说在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牛津经济研究院对美国供应链压力的统计数据显示 虽然仍处在较高的位置 但该数据已经连续三个月下降 是供应链好转的明显迹象 而这主要源于在美联储收紧政策的影响下 消费者的需求有所下降 这也是符合经济学理论的 随着更高的物价伴随着因各种借贷成本增加 导致可支配支出减少 那自然需求就会放缓 直接缓解了供应链和通胀的压力 根据美联储最近的区域调查显示 企业仍在面临大量供应问题 但他们的严重程度似乎正在消退 比如说美联储进行的一项统计 货物短缺一词出现在贺皮书的次数 这一指标显示供应链问题有所缓解 虽然它仍是新冠前水平的两倍多 但已明显降至2021年8月峰值的三分之一左右 另一个关键的指标 海运运费也同样从历史高位继续下跌 而且要知道现在我们所处的是全球航运的旺季 能够在这个阶段出现下跌 的确让人怀疑是否供应链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根据第三方统计的集装箱运价显示 海运价格虽然仍高于新冠前的水平 但在消费者吃出不确定的情况下 在过去几个月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因此汤姆利认为供应链出现缓解的确有一些有利的证据 但是这个趋势能够持续下去 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现在全球供应链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比如说中国的清零政策随时可以导致亚洲的供应链瘫痪 同时俄乌冲突也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另外 我们开始接近欧美的圣诞季 许多零售商开始订购商品 这也会给供应链进一步施压 汤姆利所说的第四点是全面投降的分析师们 第五点是极度悲观的机构投资者 这两者在我看来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他想要表达的就是投资者现在已经非常悲观了 所以在已经pricing很差的经济状况后 很难进一步下跌了 关于这一点我持怀疑态度 因为市场的预期是可以迅速调整的 即便过去几周乐观了起来 但如果又出现过高的通胀或者恶化的经济数据 那投资者又可以再次调整预期 汤姆利特意提到了之前美国银行做过的一项调查 之前我们在视频中介绍过这个调查 在这里再简单总结一下 之前美国银行的首席投资策略师Michael Harnett做过一项分析发现 现在市场中的情绪已经非常的悲观 比如说他指出7月的fms数据显示 现在的投资者已经极端的悲观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全球增长的预期已经跌至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最低点 而我们知道股市是看预期的 那现在市场已经pricing最差的经济环境了 因此美国银行认为这反而是一个好的信号 同时不仅是增长预期 投资者目前对全球企业利润的预期也已经跌至历史的最低点 另一个类似的信号是投资者手中的现金量 虽然现在不是历史最高点 但也已经飙升至911事件以来的最高点 而对于高风险的股票配置来看 目前也同样跌至了08年以来的最低点 所以至少从全球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现在大家的确抛售了大量股票手持现金 而且到了一个历史上相对极端的位置 具体来看 现在全球的机构投资者对于现金的分配处于非常高的位置 比历史的平均值要高出50% 而对股票的分配却比历史的平均低40% 反映出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 目前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来临预期也已经到了一个高点 虽然低于新冠初期以及09年时的预期 但也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悲观的位置 预示着更进一步恶化的空间不多了 关于人们现在最担心的通胀问题 也有将近80%的机构投资者认为 通胀将在明年大幅下降 解决了人们最担心的这个风险 在过去的几周中 市场也逐渐开始pricing美联储政策转向的预期 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将再次加息150个基点以后就会引发衰退 但同时当pce通胀跌至4%以下就会是美联储转向的时间点 而现在看来这的确是一个时间问题 只要人们的预期是正确的 而且现在债券收益率的预期也处于三年以来的最低点 同样反映了投资者对美联储政策转向的预期 所以整体看下来汤姆利认为 现在市场悲观的情绪预示着反弹将会持续下去 但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我对这个理由持怀疑态度 但以上他所提到的下降的通胀 好于预期的二季度财报 以及全球供应链的缓解 这些观点我都基本赞通 但8月10日将要发布的7月cpi数据将是最关键的 现在的市场基本上已经完全pricing了开始下降的通胀 所以在那之前上涨的空间或许不多了 而之后的走势完全取决于这个数据的好坏 当然经济数据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精准的预测 但至少从近期能源价格走势来看的确有好转的迹象 最后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分享 您认为在通胀数据出来以后股市会持续上涨 还是会进一步下跌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和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会有点ți远的 Tribe的听ale 自己П诺来说 这会放评论 我们下期的发展 谢谢大家 ��频道您的方式です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请不要回来